一起平交道的意外 在彰化的花坛 有一名男子突然闯进了平交道 就被正要近战的驱肩车给撞伤 导致班次延误 台铁是紧急调派了另外一辆的电联车 没有想到呢 竟然是用梯子客难的换车来接驳 其中还有行动不便的长辈 在空中接力换车 饱受续警 台铁人员在并排的列车中间架设梯子 从空中将乘客一个一个接过来 乘客当中除了有小朋友 还有行动不便坐轮椅的长者 台铁人员充当人肉输送带 将老人家和轮椅 慢慢搬动到接驳列车上 慢慢下座 还有还有 还有座 小姐你有吓到吗 有 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吓了一跳 原来有一名男子突然闯进花坛火车站附近的平交道 被一列从竹南开往抖六的区间车撞上 台铁紧急调派电联车接驳 并且以罕见的平行停靠方式 架设梯子来接驳旅客 车上没有人受伤 我们车长有做转播 他们旅客 幸好列车当时正要进站 速度减慢 被撞伤的男子头部和腿部受伤 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铁轨上 还有带铁路警察调查